我今天想再說多一點一個ICE考牌的一個問題 上見的問題 我之前有很多集就說了interview本身 譬如說上一集那樣 如果有些問題你真的不懂得回答 那你要怎樣做?你給什麼反應? 那我今天就不說interview 我今天想說多一點interview之後 那篇essay 大家不要小看那篇essay 雖然很多時候大家有著重點是放在interview 因為壓力大 你要馬上說 然後馬上回答 你之前的準備功夫也很多 很多uncertainty 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 他不知道會問你多瘋的問題 你不知道的 所以那是很大壓力 大家都明白的 但是不要小看那篇essay 因為那篇essay 尤其是borderline case 可以救回你的命 即是說救回你的命 即是說他也可以是殺死你 borderline case 所以大家 都要是給一些的心思下去思考一下 究竟你那篇essay 究竟應該怎樣做 那有一個很常見的問題 我自己看到就是 如果那篇essay的那些考生 很多時候是 審題那裡有問題 就是 究竟別人實際問你什麼呢? 跟你以為別人問你什麼呢? 兩樣有很大分別的 有很多時候肥 那篇essay就是肥 即是不要說英文grammar那些 就是肥 你根本答不到題 你以為別人在問你那樣東西 別人根本就在問你那樣東西 你可能考完之後 鬆回之後 突然想回剛才那些問題 糟了 剛才答錯了 好像完全離題 那大家就要小心這件事 好常見的因為緊張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Risk Management System 什麼是Risk Management System? 他叫你 Write some words on risk management system 那個essay通常不會那麼短的 但如果就是 Write some words on Write short notes on risk management system in project delivery 那是嗎? Risk management 是不是就是manage risk那麼簡單呢? Risk management system 他背後可以說 什麼是Risk呢? Risk和Hustard有沒有分別呢? Consequence是什麼呢? 好了 你有一個definition 你怎樣identify那個Risk呢? 你identify那個Risk之後 你怎樣去評估它呢? 你在你的工作環境裡面 你評估那個方法是什麼呢? 評估完之後 有些所謂Risk Mitigation Measures 那什麼是Risk Mitigation Measures呢? Mitigate完之後你怎麼知道 有沒有效呢? 你怎麼measure呢? 是Qualitative啊? Semi-Qualitative啊? which是香港經常用的 Semi-Qualitative啊? 還是完全quantitative呢? 有完全quantitative的 不過香港很少的 很少完全quantitative的 主要是Semi-Qualitative 這個題目是說的 你要說的啊 如果你assume了Risk Management System 那就是說爆了Risk之後 我怎樣manage它呢? 你就只說了一個方面的 就是你怎樣去mitigate這個Risk 其中一方面而已 那你就肥了 因為你自己答了 我剛才說了幾樣東西 四五樣東西 你答了20%而已 我最多給你20分而已 你答了幾天分龍鳳 多perfect 我最多給你20分而已 如果100分滿分 那這個就是那個問題 所以有一件事情 大家未必會很熟國合格 也未必有個Shapeの思維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Shape的思維 有時在作為 minha verbal文 那句的是有用的 就是說identify the issues 究竟你面對那個問題是什麼? 你首先搞清楚 自己面對那個問題是什麼? 你才可以著脆去答的 就不是一 現在看完那條問題之後,我承認了他問我什麼 又或者沒有再多思考究竟問我什麼,我就去回答 接著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去其中一個項目那裡 而其他那些東西是錯過的 這個是我小小的分享,因為有很多的課題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它很可惜,因為英文又寫得漂亮 接著回答那個問題,你會知道他很有學識,很有知識 但他總是回答那件事,我回答不了整篇文章 我想他寫的東西,我很難不肥他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我分享給大家一點 我留意到我這個Youtube講IC的時候 有一部分的朋友是特別有興趣的 那我可能就會拍多一點講IC的影片 那我也需要一些影響,就是究竟你們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想我講IC有什麼要注意的話 你不妨告訴我,那我有一個題目呢 我就可以講到這個IC相關的一些資訊 或者分享多一點點的意見 那另外有些朋友就想拿我的WhatsApp 我就不是經常會把自己的WhatsApp放在Youtube下留言 給全世界看的,但是我有LinkedIn 你可以在LinkedIn那裏 private message給我 那我知道你是誰的時候,我會給你一個WhatsApp 那你可能可以透過WhatsApp問我一些簡單問題 我會盡快地去答到,好,多謝大家 謝謝